時間到了 他就自動幫你去執行那個程序 其他還有什麼 Application 結束 你要結束的話這邊有個quit ok 然後run repeat這邊也有 還有run一堆東西 還有wait 如果你要讓程式停下來可不可以 比如說你跑一下 你可以等 等大概幾秒鐘之後再往下走 application.wait 那怎麼做這邊就有方法 其實你只要把這些 稍微了解一下 接下來就是去使用它 使用的方法的話它裡面都有教你 你只要了解它的參數 怎麼去比如wait 後面加一個time 這個time的話必要 而且要給它一個什麼 一個時間 它會幫你停多久 這邊都有說明怎麼去 一個時間 加上幾秒鐘 它會幫你停下來 再來的話就是把你的程式 加在你的VBA裡面 它就可以work了 那當然這個地方只是個原理原則 其實很多東西我也不會用 那為什麼我會呢 就看這個就ok 等於有點像使用手冊 比如說你一個家電買回來 你也不會用 你怎麼會用 那上面有使用手冊 你就把使用手冊翻一翻 看一看你就會用了 所以你不是去背使用手冊 而是去學怎麼看懂使用手冊就好了 ok 所以有原理原則 最重要是application.com 物件的屬性跟方法 就是物件的成員 所以以後問你物件成員有什麼 屬性方法就對了 ok 大概是這樣 了解物件就了解這兩個 其他還有像什麼 蓄詞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一個工作表 你往下找一定有蓄詞物件 這邊有蓄詞物件 那蓄詞物件裡面有哪些成員呢 add 顧名思義 新增工作表 你就是蓄詞add就好了 那add 後面可能要叫它參數 是add到前面還是後面 一般是after 是後面 還有copy shits copy 就copy後面或前面 就copy一個複製 delete 還有範圍複製 還有移動 還有printout 就是整個把它列印出去 printpreview 還有select 這個有很多 有沒有 所以我如果問你說 shits能做什麼事 就這些事 方法裡面有的就可以做 方法裡面沒有的能不能做 就不行啦 因為它物件就固定的 其實呢 物件的觀念 有點像一個零件 這個零件的話 它已經幫你模組化做好了啦 反正廠商都定義好了 你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 就固定的 只是呢 它不像說那種外面看到那個零件 是看得到摸得到的 它是看不 看 怎麼講 你看得到但是摸不到 它是虛擬的一個東西啦 所以這個其實有點像虛擬化的零件 OK 但是它可以控制 OK 那這邊的話 後面它有一個屬性 比如說呢 比較常用像shits.com shits.com shits.com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你現在 你這個工作部裡面呢 總共有幾個工作表 我怎麼知道 shits.com 我就知道了 所以有時候跑回圈嘛 你不知道跑到哪一個對不對 一般就是for s等於第一個到最後一個 就是shits.com 就好了 它就會幫你全部跑 到最後一個 那如果你要少一個 你就shits.com -1就好了 那最後一個它就不跑了 其他還有什麼 比較常用像visible visible是要不要把這個隱藏起來 或者是unvisible 就是讓它不要顯示 大概就是這樣子 利用那個什麼 裡面這個說明裡面 就有一些相關說明 所以各位可以找一下 在哪裡 在visible basic的這個環境裡面 點進來之後 對不對 上面有個問號 就在這裡 那它的相關的東西 就在開發人員參考裡面的 物件模型參考 不過它給的實在非常多 你就把它當參考 你也不用把它拿來背 OK 那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沒有 剛剛還沒切 好